今天美国教育部与美国劳工部合作发起了一项计划 旨在帮助数百万失业的美国人接受高等教育 尤其是在那些大流行期间失业的人 为了帮助所有美国人寻求教育机会或培训 可以找到好的工作 教育部和劳工部将提醒高等教育机构和周劳动力机构 了解如何帮助失业保险受益人获得高等教育 请看休斯顿秦鸿军的报道 拜登政府通过一系列行动开始的这次外展活动 教育部更新了先前对高等教育机构 经济援助管理人员的指导 说明他们有权对个人经济援助申请人进行专业判断 并将最近失业的申请人的收入调整为零 这一行动有助于确保学生获得他们在接受高等教育时 有权获得的最大利益 劳工部将提醒周劳动力机构 在许多情况下UI接受者有资格获得高等教育资金 例如高等教育机构的联邦学生援助 美国教育部长卡多纳说 我很高兴通过这些变化 美国教育部和劳工部正在帮助失业的美国人 有机会重返校园 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 并通过高等教育获得机会 此外美国教育部创建了一个新的登录页面 各州可以与UI受益人共享该页面 以帮助他们确定符合劳动力创新和机会法案规定的培训 提供者资格的大学的课程